雅各书第四章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极度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艳乐中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至于极度吗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呢 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二意的人呢 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愁苦 悲哀 哭泣 将喜笑变作悲哀 欢乐变作愁闷 勿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弟兄们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 论断弟兄 就是批评律法 论断律法 你若论断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 乃是判断人的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 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 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 竟敢论断别人呢 嗨 你们有话说 今天 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 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现今 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 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感谢观看 刘雨 今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